第一集 气声 在一个隐藏在茂密丛林中的小岛上 小狗瞧瞧 小猫悠悠 熊猫滚滚和企鹅摇摇欢快地生活着 他们每天在这个小岛上度过快乐的时光 但总有一些神秘的故事在他们之间流传着 有一天 一位老巫师访问了小岛 老巫师的眼睛闪烁着神奇的光芒 他对小动物们说起了汉子大陆的传说 据说在那里 隐藏着拥有神之能力的秘密 小狗瞧瞧兴顺地摇着尾巴说 我们一定要去探险 小猫悠悠用柔和的声音说 但是 汉子大陆在哪里呢 老巫师微笑着说 汉子大陆隐藏在大海的尽头 你们需要穿过浩瀚的海洋才能抵达 小动物们立刻决定启程 他们找来一艘小船 准备踏上这次充满未知的冒险之旅 船只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漂浮 小动物们尽管有些害怕 但也感到兴奋和好奇 在旅途中 他们发现了一片神秘的云海 看似是一群汉子在云间飞舞 这就是传说中的汉子们 小狗瞧瞧好奇地问道 或许是的 熊猫滚滚用它温和的声音回答 正当小动物们在猜测之时 突然一阵大风吹来 船只被掀起了巨浪 将它们卷入一片浓雾之中 当雾气散去时 小动物们发现自己 已经抵达了一个陌生而神秘的岛屿 这里的气氛充满了未知和挑战 我们到了吗 企鹅摇摇惊讶地问道 这里一定是汉子大陆 小猫悠悠兴奋地说 小动物们相互鼓励着 准备面对眼前的挑战 它们站在岛屿上 注视着身边的环境 探索着这个神秘的大陆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冒险